杨幂终于和小糯米同框了!刘凯威母亲陪同!杨幂刘凯威离婚真相 据香港媒体8月30日报道,刘凯威同内地女星杨幂结婚两年多,很多人都关心她们到现在的婚姻状况,日前就有媒体报道称二人的女儿小糯米幼儿班毕业,刘凯威同杨幂都没有出席,称杨幂没有去香港出席宝宝的第一次毕业礼 但杨幂就神回,小糯米还没有上幼儿园,所以不太清楚怎么会有幼儿园毕业典礼的说法 不过,媒体终于拍到杨幂专程到香港,送女儿小糯米去上学 8月29日大约早上8点29分,身穿荧光绿色上衣的杨幂抱着女儿小糯米,同行的还有凯威的妈妈,一起送小糯米到达铜锣湾某个幼儿园,不过未见她老公刘凯威 当见到传媒时,校长立即护送杨幂同小糯米入内,杨幂亦一直以身体遮挡镜头,以免小糯米被射入镜头 杨幂和婆婆 10点15分左右,戴上太阳眼镜的杨幂同婆婆离开校园,问到女儿小糯米是否喜欢上学 杨幂说,她现在已经不会哭之前有哭过 她说,也没有 小糯米同小朋友玩得开心 杨幂表示,在学校玩得很好,等一下就放学,我有空就回来送她上学 暂时没有工作吗?杨幂说,暂时会在香港,之后一直都在香港 提到老公刘凯威,杨幂就说她现在不在香港,在内地工作 25分钟后,杨幂就化了蛋装同婆婆返回学校,准备接小糯米放学 期间,杨幂不停玩手机,刘凯威妈妈就说小糯米读学前班,今天已不是第一天上学啦 大约10点45分,家长们可以入内接放学,没过多久,杨幂抱着精灵可爱,穿着校服的小糯米走出校园,然后上车离开 近日杨幂刘凯威离婚铁证被曝光,两人的微博互动少得可怜,而杨幂连给女儿小糯米换尿布都生疏 杨幂身上的传闻一直不断,整容,脚臭,被钱规则,被离婚,女儿非亲生等等,下面一起来巴一巴这些事件的真相 刘凯威和杨幂离婚的事,一直在传,几乎是每隔一个月就要传一次 起初,圈内几个八卦博主一起爆料,虽然开始没有指名道姓 后来,更是点出名字,说是其中之一 连第一狗仔卓尾都发出带点暗示性的话 而两人的互动更是少得可怜,15年,也就是两人新婚不久,应该还是如交四期的时候 在杨幂的主页上搜索刘凯威,相关的微博,主要就是生日祝福,帮老公刘凯威和闺蜜唐嫣宣传新戏 甚至最近,刘凯威的新戏寂寞空庭春雨晚上映,杨幂都没帮她宣传 刘凯威的微博就相对多一些,总共11条 李静直言不会地说,我觉得你俩的关系,你有受虐倾向,她越这样,你越喜欢她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杨幂真的太忙了,长期不见面,感情得不到及时的交流和沟通,也许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起其他的明星父母,小糯米在杨幂的生活中存在感很低,除了刚出生那会儿,杨幂在微博上晒了侧面罩 之后引起关注是刘凯威带她去藻礁中心 据一些消息称,作为妈妈的杨幂,连给女儿换尿布都生疏 在访谈中,杨幂强调生孩子后没有多大变化,觉得女儿是自己的姐妹,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个当妈的人 狗仔拍到小糯米,单眼皮小圆脸,跟爸爸刘凯威像极了 小糯米出生后,也是爷爷奶奶带的更多一些 而网络上搜索和小糯米有关的消息,几乎全和爸爸刘凯威绑在一起 甚至搜索小糯米和杨幂,出来的也全是刘凯威 江湖上甚至传出了这样的帖子 也有人说杨幂和刘凯威本来就是一对不讲究浪漫 但求踏实的夫妻,杨幂连续三年给刘凯威的生日祝福都是一样的 但究竟怎么样,还需要后续的跟进,小编只扒到这里了 离婚,杨幂与刘凯威结婚后,几乎每个月都被传出他们离婚的消息 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个人常常聚少离多 这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大作文章 其实从谈恋爱到结婚,他们并没有拿自己的婚姻来炒作 没有过多的在公众面前秀恩爱反而被误认为是夫妻感情不合 女儿非亲生,和很多高调晒拔的明星不一样 杨幂正是因为这种不一样而被传女儿并非她本人所生 有很多人质疑杨幂在怀孕期间并没有被拍到大肚子的照片 在产后出院也是一身清凉装扮的有为常理 明星与明星之间也有着方方面面的不同 不是所有的明星都要拼男友,秀恩爱,晒猛娃 也有像杨幂一样把自己的工作和私生活分开的艺人 她懂得怎样选择自己的作品,怎样经营自己的爱情 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双伤过人的杨幂值得我们为她点赞 哈哈 何过来